第918集 楚风一直想得到这种妙术的正宗传承 但是始终不可得 这乃是可以杀映照诸天级人物的绝世斩绩 上古地球最出名的两种妙术 便是翻天翼飞仙矛 结果后者落在无结神体周上的手中 他现在施展了出来 楚风无惧 用阳间神迹闪电全对抗 跟他轰撞在一起 光芒刺目 天空中一片通明 无结神体非常难缠 在他的周围落花缤纷 全是金色的莲花 带着浓烈的阳气 最后 这些莲花生根金光刺目 是能量体与某种阳间战技结合的产物 毫无疑问 这是前辈大能研究出来的结果 尝试将阳间斩绩 与这片宇宙的某些法门结合起来 希望 形成更厉害的篇章 楚风凌然 他第一时间怀疑到 这是夭夭的爷爷所留的法 毕竟 上古地球 只有他 疑似对阳间念念不忘 目标 与常人不同 竟然被周上所得吗 楚风没有任何优色 而且 他越发的强势 在其周围 粗糙的石球能量体发光 一颗又一颗 随着闪电拳而共振 向前轰去 天空中 金色神莲有的炸开 有的则化成光刃 力披这些粗糙的石球 两者皆宛若一场烟灭之战 他们二者之间 一团又一团能量云炸开 四野横尸不少 附近的人遭殃 发疯般逃窜 楚风越战越猛 闪电拳简直有镇压 同带之伪力 让无杰身体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他的脸色变了又变 因为 他的手臂酸痛 被一股灼热的能量浪涛 不断的冲击 让他周围的金色神莲 迅速的凋零 与此同时 楚风在刻字 眉心发光 耗费精神 在周围粗糙的石球上 刻写场域符号 这是场域与进化者手段的融合 他要围困周上 将之猎杀 周上感觉到压力 突然间接连展现妙术 全都是一些失传的手段 甚至连翻天印都打出一击 他与飞仙毛 都算是这片宇宙中的神迹 翻天印一出 周上的那只手掌恐怖无比 他挣脱出去 冲出粗糙石球 所排列的范围内 不敢被围隆在内 楚风大喝 哪里走 在后面追杀 周上冷笑 一语不发 转身堆入人群中 自顾推走 周上 你就这点出息吗 你不是想要我呼吸法吗 为了得到他 你煞费苦心 不惜要对付我的父母 追杀我的朋友 今天我亲自来了 想要的话 你就滚过来 凭本事呢 说话节 他如同一道光载飞行 所过之处 电闪雷鸣俯冲向周上那里 地面上 有些愈外的进化者 倒了大煤 被楚风的闪电拳击中 被他驾驭的暗红色长刀扫中 损失惨重 突然 周上停下 一声低喝 出手 在那片人群中 有几名老者 听到他的声音后点头 合力寄出一件宝物 那是一口 破布袋 他瞬间张开 从口袋内 发出万缕光束 向着楚风照耀而来 桌上喝道 收 并且参与进去 跟着催动这破布口袋 显然 这是一件 威能极大的兵器 属于密宝中的真品 他竟需要 多人联手催动 嗖的一声 楚风被收了进去 没入口袋中 这一刻 别说后方的昆仑大妖 就是域外的这群进化者 也都非常吃惊 这么凶残的楚魔头 居然被人收走 一位老者大笑 哈哈哈哈 楚风你也有今日 屡次跟我蓬莱岛作对 你以为你是谁 正统一时 我们现在才是正统 他们赫然是蓬莱岛的人 同为地球本体进化者 但如今跟周上联手 想震杀楚风 现在他们得手了 另一位老者开口 这是小乾坤带 带着得意之色 幸好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一些遗迹 挖掘出来这件秘宝 不过 他受损厉害 有些腐朽 诸位速来炼化 争取抓紧时间 废掉这个魔头 天地没有彻底解封 蓬莱岛屿上 有其他强大的异宝 也带不出来 这是他们从地球主空间 某处遗迹中挖出来的 远处欧阳风与黄牛交集 一起向前杀来 此时 楚风落入所谓的小乾坤带中 一点也不着急 他掂量了一下诗盒 并未放出最后的斑斓火光 同时 他也没有动用 心中最为笃定的那种底牌 他再次取出神灵化血帆 想试一试这东西 是否能抛开布袋 他有点怀疑 这可能是漫长岁月前 灵足某种禁忌武器的一部分 不然的话 金身层次的牢狱何以自斩 偷偷摸摸的进地球 想要温养此兵 让他复苏 他挥动神灵化血帆 轰击着破布口袋 此时 外界一片欢腾 仿佛是一场盛宴 诸圣子都在庆祝 非常的高兴 周上更是面带微笑 接着 嘴角露出嘲弄之色 盯着破布口袋 砰的一声 破布口袋突然炸开 碎不条乱雾 碰来倒的几名老者 首当其冲 嘴先参叫起来 他们刚才还在出手 一起练花 想要借助小乾坤带 将楚风化成一滩浓血 怎能料到 这略微腐朽的秘宝 竟被破开 几人横飞 全都遭遇重创 就是周上也气血翻腾 嘴角溢血 因为他也站在旁边 楚风冲了过来 如同出闸的太古凶虎 手持长刀 横扫附近的进化者 没人挡得住 蓬来的人 如同被切菜一般 被杀了一大片 接着 那崩飞出去的几名老者惊骇 他们也被刀光弄招了 他们怒嚎 奋力对抗 但是有人的头颅 在刹那飞机 被斩杀 楚风横扫过去 他最主要的目标 还是无解身体 周上 你也配为地球真子 别再这么自称 太丢人了 都不敢与我 堂堂正正一战 你算什么无解身体 也就配躲在阴暗处伤人 哪里走 周上不理会 转身就走 没有跟他开战 闯向了另一个方位 突然间 地面崩立 有人袭杀楚风 与此同时 周上也刹那间 掉头杀了回来 地下 原磁光沸腾 原磁圣体出现 阻击楚风 周上回转 跟着一起猎杀 楚风避开 随后横刀而立 十分镇静 我既然回归地球 就敢面对你们所有人 我并不是要与你们费力周旋 而是要镇压 我不怕你们围攻 一人也能横扫而等 还有谁 一起上吧 你以为你是谁 将自己当成神魔的子嗣 还是觉得自己是混沌中诞生的猛兽 你给我去死 原磁圣体 把高声音 一拳轰来 直接就是一片原磁光 他的体型很强健 身材高大 全力爆发时 银色的血气透铁而出 体内流淌的 不纯粹是鲜红的血液 还带着部分银色 这就是原磁圣体 血统特别 不得不说 这个人超级霸道 能量雄混 非常的可怖 朕的虚空都在鸿鸣 原磁光 横扫而过时 周围各方进化者都吃惊 因为 他们手中的许多金属兵器 在颤抖 在共鸣 砰的一声 楚风以全印阻挡 硬碰硬 电闪雷鸣 中间挡住了原磁光 什么楚魔陶 你算什么 给我去死 早就看你不爽了 原磁圣体喝道 手段无穷 张口间一片彩光飞出 原磁器如刀一般 斩向楚风 楚风火眼金睛 双目爆发出两大火光 跟原磁光共振 耳吼击溃之 我算是你大爷 楚风开口 对方这么嚣张 他自然也是尽显张扬 一幅丝毫不将原磁圣体放在眼中的姿态 轰的一声 原磁圣体爆发 银色血气沸腾 让这片天空都化成银白色 都在他血气笼罩范围内 他如同一尊神魔 披头散发街透出强大的气息 今天必杀你 他嘶吼 毛孔中喷勃出一道又一道剑芒 这是原磁器化成的 他的身上等于披上一层 带着尖刺的夹皱 野蛮冲撞 吐杀香楚风 然而 楚风无惧 相当的冷静于阵地 法司飘起 飞扬而自信 右腿白动 直接横扫了过去